新城乡公所举办了儿童节礼物颁证的活动 乡长和立台准备了61份精美的蜡笔以及餐盒 赠送给得赔幼儿园的小朋友 由园长潘玉慧带领学童代表出席的典礼 另外新城乡内各小学 乡公所也依照了学生的人数给予补助 由各校自行运用或是赠送礼品 让孩童们欢度儿童佳节 新城乡公所儿童节礼物颁证典礼 乡长和立台准备了61份的精美蜡笔 以及餐盒赠送陪丽幼儿园的小小学弟们 由园长潘玉慧带领五名学童代表出席典礼 另外新城乡内各国小乡公所也依照学生们给予的补助 由各校自行运用或赠送礼品 紧接着乡长和立台并且前往新城乡里幼儿园鼓励小学童 孩童们用大鼓表演开唱欢迎乡长的丽灵 香港和立台也将精心挑选了儿童节礼物 伴送给每位同学 在家里要听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的话 尤其来到这个地方 是一个终生第一个你们来学习的一个地方 未来还要到小学 要到国中 到高中到大学 甚至研究所等 包括到社会去服务 儿童节是一个幼儿非常好的一个回忆的日子 所以儿童节啊可以说是 乡长在小的时候也非常非常喜欢儿童节的到来 所以各位对儿童节 4月到要来的时候有没有很高兴啊 有没有很高兴 有啊 而且儿童节以外还有一个叫什么节 各位知不知道 新年节 植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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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植树节 植树节好 这个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植树节 各位小朋友过去 那边乡长也有讲哦 你们都是未来要长成大树的哦 在家前家后后自己的农地里面也好 我们自己的田野里面要多种树 不要砍树 就像各位一样我们好好的栽培你们 因为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哦 所以不管在以后在各个学习的环境当中都认真来学习 今天这个项长要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项长树立台看到陪的幼儿园以及乡丽幼儿园 每位同学们是相当有礼貌 给乡内小伯伴们赞许 也特别要感谢乡内的每位教育工作者 典议当中除了祝福乡内的小学童们 可以借此了解各校的状况以及需求给以下的协助 看到每位孩童们才能笑容 能够变成自己最大的动力 要努力让孩子们更有好的成长环境以及教育 记得继续先要不倒